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在美农这个淳朴而优雅的小镇 除了先前节目介绍的直散、美食以及百年电厂之外 其实还充斥着浓浓的文学气息 今天的电力行教就要带你到当地的中立和文学纪念馆 一起来体验台湾道地的文学之美 在美农这个淳朴而优雅的小镇呢 除了有直散、美食还有电厂之外 还有浓浓的文学气息哦 今天我们就在中立和文学纪念馆 让我们一起体验台湾道地的文学吧 因为说其实在台湾的那个年代来讲 其实是并没有平民文学的纪念馆 对,那所以当时这个纪念馆兴建 也算是一个梦想 对,为什么说是梦想 是因为当时大概在1970年代 那个时期那有很多的文人 就是应该是文学界的文友们 那喜欢在这个地方 那跟钟铁明老师 就是一起来聊天 再聊他们的文学梦想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台湾文学 其实是没有立足的一个原地 可以这么说 那所以也会想说 那是不是可以建一个纪念馆 那除了来纪念钟礼和他的身品 还有他所写的这些作品之外 另外一个作用其实是收藏台湾文学作家们的 一些文章、手稿等等 所以当时在设立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心 可是像现在是没有收门票的 对,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收门票 那其实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这个纪念馆它本身就是集合公众的力量 兴建起来的 那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希望说 我们可以回馈给社会大众的 就是让所有喜爱文学的阅读的朋友 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来到纪念馆 来亲近文学来认识钟礼和的文学 对 真是一个梦想的传递 对,就是一个文学的梦想这样子 对 对,那现在看到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在介绍有关于钟礼和他的背景 对,那对生平背景的这个部分 对,他出生在这个里面的一个小房间 那所以他后来有一些的文章 大概也都会描写高树这一区 他以前在那个地方生活的一些经验 像是初恋啦等等 登大午山记 因为就可以看到大午山 那上面这个部分是 曾经有这个作家的参访团 对,那这些作家们就是 往好几个地方走 那其中有一站 其实就是走到了这个 钟礼和的故居 对,那中间这一位是 叶时涛先生 对,那这个我都没有记错 应该是杨葵先生 对,就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的一些 比较早期的文学家们 蛮代表性的文学家 对 他18岁就跟着父亲钟蕃薯 从高树这个地方来到美农 然后来帮忙管理农场 代工啦,买办啦 那也因为在管理农场的这样的一个期间 来认识了未来的妻子钟台妹 对,然后钟蕃薯来说的话 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大地主 他其实没有办法去容许自己的儿子 可以有一个同性的婚姻 那是一件极丢脸的事情 那他们就是奔吗 是,我觉得其实是蛮 我觉得以现在的观点来讲 其实也不太容易 就是当时 真的很不容易啊 不容易,当时就问说 愿不愿意替我煮饭 那,然后就去了 后来我们自己姐妹有的时候也会聊啊 就会觉得说 奶奶那个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其实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时间如果拉到我们现在 如果今天有一个男人就说 你为什么不愿意替我煮饭呢 我们可能还要想一下 思考一下 不见得会马上就答应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其实是 完全真爱 那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 那这边看到的这块黑色的 这个写字板 其实它很特殊哦 对,因为其实以钟礼盒来讲 它其实一直都没有自己的书房跟书桌 所以它大部分最重要的作品 其实都是在这一块小小的写字板上面完成的 所以就是没有书桌 然后写一下,然后要移动 对,就是说当时就是写字板就放在 可能坐在藤椅上 然后藤椅上面可能再加一个比较长的木板 然后这个写字板再放上面 然后就坐在这个木瓜树影下 然后你的底下就是一望无际的田 所以树影移动的时候 它就疼一般的移动 对,所以它就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然后书写 好艰辛哦 然后看着底下的农人在田里面工作等等 然后听他们唱山歌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完成了它非常多重要的作品 那一直到过世的前几年 它才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书桌 对,那所以它有一篇文章叫做 我的书斋 它这里面就写到 它说我的书桌是在天地之间 然后而且眼前你就可以看到 许许多多的农村的生活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现在还蛮乐观的 因为我们想的话会觉得说 这样的写作环境其实是艰辛的 是比较艰辛的 可是它用乐观的心态就觉得 我的书斋就是 反倒很自然 很自意的一个感觉 对,因为没办法 因为家里面当时从中国回到台湾之后 其实是很贫穷的 当时已经是战后的台湾社会 是贫穷的社会 家里也穷 那一直到过世前几年 中间看到的那个书桌 是由住家附近的苦练树 的树材制作而成 也是到很晚年才有 属于自己的书桌 逛完了中里和博物馆 让我了解了 一代客家文学大师的生平 也才知道美农有这么一位大人物 而已经运转超过百年的竹子门店场 更是这片平原的重要水脉 走了这一趟美农之旅 让我感受到这里 知性与感性的多元文化 实在收获不少 真的很推荐观众们 如果有时间 也可以规划一下美农客家之旅 一定让你流连忘返哦 台电影英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感谢您的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